另外呢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这么严峻 所以大家更关心的是健康运 大家都会说 我希望我是天选之人 都能够平安顺利的就过去 对不对 来 我们这边问亮景 说有老师 命令老师提醒你说 你的健康运要多注意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妈妈喜欢就是会去看命盘 然后就有老师说 我会有雪光之灾 而且不止一次 然后我身体会冻到 然后很久很年轻就老师说过 然后我记得在我17岁 那个时候妈妈 就是暑期辅导 妈妈帮我买台新的脚踏车 因为我考上了高中是跨县市 结果在我第一天的时候 我就出车祸 那时候撞到我就是 飞了360度 我一直觉得脚很胀 因为你撞到当下 其实肾上性速度很高 你根本全身都不知道 自己哪里受伤 只是觉得说是可能胀胀热热的 然后呢 后来呢 我就发现我自己后面脚 就是小腿这边有一块那个血 就是有一块肉被挖下来 然后就反正就有一块皮倒黏着我的肉 然后我的袜子都已经湿掉 所以难怪这边是脏脏痛痛的 然后他赶快帮我送医院 那现在已经过了20年 那个疤已经比较平掉了 但是那一次有吓到我妈 因为那一次 护理师打架回去就说 李亮景你的家属 他出车祸了在哪里 我妈是哭着到医院 真的是差点用跪爬的进来 因为他没有说我只是脚受伤 然后他就说我出车祸 所以我妈以为怎么 她很质责 因为她觉得她不应该 买她的脚车车给我 对 但 而且因为有老师警告过她说 我有血光自在 她很怕我怎么了 但还好没事 故意 对 所以 好 那一次 然后呢 再来一次就是我 前几年拍戏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是右边 就会觉得说 奇怪怎么右边 卵巢那边就胀胀的 裤子扣不起来 我就以为自己变胖 就后来呢 就是例行去妇科检查 她说你有长东西耶 后来才发现是一颗鸡胎瘤 那原本可能就是 她跟我从妈妈那边出来嘛 可是可能是因为 那时候拍戏压力太大干嘛 她就就渐渐 她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那个时候 原本的那一间医院 第一间医院 她跟我说 你这个要开大刀 你这个不能用什么为创 你一定要开传统刀 因为她有可能是肿瘤 会越来越大 然后她就说要传统刀 然后她兼有开一个T字型 因为如果第一次取出来 送去化验 发现她是癌的话 我还要再开一刀 横的把你那边挖干净 那你干脆第一次 就让我开一个T字型 那我说那如果她不是癌呢 她说那你就是开一个保障 对 那因为那个时候 我刚好在安党 我那一条我如果开刀 我开那种传统刀 一定要躺一个月 那我一开刀 我整条线的人都没饭吃啊 后来也是换了第二家医院 给人家看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 这个一块蛋糕 它就是一个鸡胎流 然后鸡胎流95%以上都是好的 所以没关系 你就是这档戏拍完之后 你跟我讲你多久要开刀 我帮你开 然后她建议我做达文西手续 达文西小小有一个微壮 就解决了 但它就是比较贵 因为那个手术那一台做下来30万 但我想是半年30万我赚得到 我做 是 对 我就跟她说好 我等半年之后 那我半年之后那档戏结束 我撒清酒隔天就开刀 30万 一个转没有疤 一个转安全 一个转安心 对 但是没有想到我之后怀孕 还可以一胎 然后接着第二胎 但是因为我怀第一胎的时候 我的宝宝头太大 医生跟我说 亮姐你要不要剖腹 因为我觉得你的年纪自然生 你会很辛苦 可能会生不出来 头太大是什么 比别的小朋友大多少 她出生的头是一个小朋友 一岁的小朋友的头 就真的头很大 就是完全遗传到风起的大头 她现在走路走一走会顶当海 然后就跌倒 因为头太重 对 所以我又因为小朋友开了一刀 那你第一胎开刀 第二胎也要开刀 对 所以真的是 我真的充满了开刀 跟学光自在 但是我觉得我很感恩的是 你看我17岁的车祸 它是可以让我送命的 但没有 我只是脚上掉了一块肉 然后鸡胎流的部分 她虽然她说我不能生育 可是没有想到我就是一个 现在第二个我好感恩 对 而且没有让我断吹 我就很感恩 好感恩 对 除了财运 家运有一些单身的朋友 其实最关心的是感情运 那讲到感情运就问吴春 你觉得你其实一路以来 感情运不算顺利 你都是被背叛的那个 其实我那个时候 就是有遇过一任女朋友是 她跟我说她要跟 那个一群朋友去玩两天一夜 然后呢 跟姐妹涛去玩 对 说有什么朋友啊 同学什么的 OK 好 我说那你去 那几天我也在工作 我说我也没办法陪你去 去了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因为她正常状态就是会很张 发现动啊 或者是可能会跟我传讯息 那几天都没有 那突然晚上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那个 因为她是这个空姐 所以她可能粉丝团人数也不少 就刚好接到那个叶佩 是一支手表的 她就跟我说 我就是拍了一张照片 她说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这个手表拍得清楚吗 我说好啊 我就把手表放大 手表放大的时候 我就瞄到她右手 就是她手上拿了一个酒瓶 我说酒瓶 反射是一个男生 我说应该她朋友吧 可是我再放大一点 她就 这男生的身形很像她前男友 然后我马上 因为刚好她以前有给我看过 她前男友的IG 我大概记得 我就去看 在同一个地方打卡 回来之后 我就问她说 两天一夜好玩吗 她说好玩好玩好玩 我说 那跟朋友出去好玩吗 她说好玩好玩好玩 我说那跟前男友出去好玩吗 她就愣住了 然后后来就是 我就说 其实我有看到照片 酒瓶会反射的 然后她就跟我坦诚说 她就是没有跟她前男友说 她真的交了性男朋友 那所以这段就没了 就没了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就是 也有遇过一个是 就跟我说 她去夜店玩去喝酒 然后就 她开始传讯有点 就是颠倒颠倒 就可能快喝醉了 我说那我去接她 我就进去夜店里面 就看到她跟那个男生在喇鸡 直接看到 然后我就站在后面 而且我就看了一分钟 我就看她到底会喇多久 好残忍 你这样 然后看一看之后 我就 觉得好像应该要过去叫她了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是不是喝醉了 跟人家在喇鸡 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男生 是他之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喜欢那个男生 他们暧昧 结果 因为那时候我的女朋友要回台湾了 他们没办法在一起 对 所以就是一种遇到旧爱的感觉 你没打架 因为他们人太多了 哈哈哈 你好厉害 算了啦 这个很难好下去了 这个应该就算了 对 来 简少年老师 哪些手面向的人 感情路容易不顺 第一个 第一个感情线太长 就会感情路不顺 这个是 无尊老师的手就是这样子 对 那怎么样叫太长 一般就是长到这个 手掌的边缘 因为它是长到指缝里 长到指缝里 对 他的感情线尾端一路穿到 他十指跟中指的中间的这个缝 是 对 这就叫太长 就是长到这个底的都不行 代表说这个人对很多事情 太容易投入情感 情感太过于丰沛 所以他的感情路上就容易不顺 讲到这些感情过孕 年纪年轻的时候感情过孕 对 对不对 对 年轻 你不要以后抱着孩子去验DNA 我应该不会啦 应该也不会有人抱着孩子 来找我验DNA 可以不会 这些奇怪 这个小朋友怎么 牙龈怎么那么高 我都会好害怕 小名真真 对 好可怕 好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容易感情路不顺 这个是比较现代的 现代叫 智慧线太短 智慧线太短 对 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各种 不管是泡妞啊 或追男生的技巧 越来越复杂 繁复了 所以呢 智慧线太短的人 就没有超过宗旨的人 他会想太少 他会把别人的套路当真心 所以这种人呢 男生特别容易被剥皮酒店 然后女生特别容易养渣男 哦 对 就是那渣男说什么 他都相信 智慧线太短了 基本上 他的感情路容易不顺 就是不管感情线长短 都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比较典型 在首相书里面很常出现的啦 就是你的感情线上有导纹啊 哦 然后这导纹还不止一个 导纹有三个 导纹是什么 那基本上导纹 导纹就是一条线中 中间有个圆圈 圈圈 有两个已经算蛮多了 是是是 通常三个 我觉得一条线没有太长啦 一般长三个的时候 我就觉得算很多了啦 那这种感情线导纹很多 三个你就觉得说出家算了是不是 三个我觉得这个人很难出家 他就算出家也容易被一些信徒给攻击之类的 因为他注定有这个关卡 就成员未了啦 成员很多啦 对对 而且这一种导纹的痛 不是过于那么简单 是真的刻骨铭心的痛 哦 是 会痛到怀疑自己 为什么现在在这里 所以三个的 你看人生有三次让你痛到怀疑自己的存在 那真的好痛 真的已经很痛了 对 那所以这种感情线导纹太多的呢 基本上就是怎么讲 我们建议大家也是理性谈恋爱 对 就是说他遇到对象的时候 真的是相对要保持平常心一点 是 觉得就是随缘跟学习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谢谢少年老师 这个以上都是我们蜜月号玩的 这个官方脸书粉丝团 很多我们的忠实观众所提出来 大家最关心的感情的问题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避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迷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点书官方粉丝团